秦铭 秦铭 你休息两天吧 他不行 他是我的人 秦铭 你怎么来了 我是过来报到的 别开玩笑了 我们哪儿来的编织啊 你要舍不得我们 就直说又不会笑话你 没想到是你来报到 来来来 快进来快进来 本来啊 我想等人齐了 再宣布这件事情 既然你们都到了 潘仁同志 李正 秦铭 你也李正 鉴于我是法医中心 在巨人关恶性杀人案件 侦破当中的优异表现 经省厅领导批示 以我是法医中心为主体 合并周边三个 县市级法医中心的工作 组成一个联合法医中心 当然了 人员和设备上 都会有相应的扩充啊 那这么说的话 我们就有钱买新设备了 这个经费方面嘛 那还是比较紧张的 但是省厅的领导给我透露了 有可能啊 会淘汰一批旧设备 来补充给我们 那也行 那他怎么回事啊 不跟你说了吗 人员会有扩充 早就说呀 可能要来一个高材生 没想到会是你呀 听说你还是主动申请的 看来我这个领导 还是有个人魅力的呀 行了 快坐去吧 说吧 为什么回来 人家刚报到 问东问西的 没吃饭呢吧 来 见者有份 来吧 我吃过了主任 谢谢 干吗呀 别那么可惜 都是自己人的 我来代表组织奖励你 我从来不吃蟹子 为什么不吃蟹子啊 你有海鲜过敏吗 蟹子并不是蟹软 还包括蟹黄和蟹酱 蟹黄呢 其实就是母螃蟹的软巢 还有消化线 你看这个上面 金色的小颗粒 其实就是母螃蟹的生殖器 经过洗涤晒干之后 而形成的变成品 我都这么说了 难道你不觉得难以瞎眼吗 不会啊 那就怎么样了 主任 林涛 来看看 快进来 快进来 你小子怎么也在 算了 我先讲这事啊 这个叫黑森林的公众号 真的太恶心了 把一个女孩自杀 写得乱七八糟 那给你们看 干嘛 给我看 这黑森林太爱蹭热毒了 这热毒量都已经上万了 你看看 关键是啊 为什么我们来背锅 我们又不是没有拼命地吵 李队啊 已经查清了这个女孩的身份 这个女孩叫刘莉莉 今年十九岁 你刚才看的这则新闻 已经上了咱们龙番市的热搜第一名了 影响非常的恶劣 局里边领导都有指示了 让咱们重视起来 但我真的很好奇 这刘莉莉到底经历什么呢 刘莉莉身上有伤 李队说啊 她极有可能受到过暴力侵害 这样 你们两个带着刘莉莉到医院 做个司法鉴定 秦鸣 你休息两天吧 她不行 她是我的人 等等 主任 她正式归队了 对啊 那愣着干啥呀 赶紧工作去 走走走走 主任走了啊 等我 等我了 走 等我了 怎么了 我正在给您安排住处啊 你在安人家先借住一阵 meet you ya 等我 Nikain